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杭州刚租的房子 对 你看这个视频之前要小很多 然后但是我感觉这种小小的还蛮温馨的 真的是琳琅满目 就感觉没有东西可以塞下了 这个桌子你们知道干嘛的吗 给你们展示一下 特别特别神奇 好吧 准备接着啊 一 二 它是一个床上桌 这我觉得我买的是超级好的一个东西 一直收拾到现在 我感觉收拾了一整天的时间 终于可以休息了 之前我们租的是一个一百多平的房子 就是六个人合租的 现在每个人都打散了 都想要一个就是自己的空间 主要是我们团队又一个小朋友谈恋爱咯 大家可以猜猜是谁 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休息了 先卸个妆 正好你们之前不是问我 有没有好用的卸妆膏嘛 之前其实我一直都没有给你们安领 因为我觉得大家对卸妆的需求 好像没有那么高 就是只要卸得干净 好用就行 但是现在 大家对卸妆的需求就是不仅要卸得干净 还要温和 然后还要洗感好 还得不伤害皮肤 还得味道好 而且卸妆膏真的是已经蛮选的了 大家的需求就是还得不能贵 我这段时间就一直在用 一直在找 最后我觉得适用这个还是不错的 导可动员他们家的 就是长这个样子的一个绿色的 平坤在我们船堆里面 收下来还是蛮高的 今天我就是节奏慢一点吧 在你们沉浸式体验一下 就是卸妆 等一下我得加个东西 我再加一点妆吧 口红来点 直接上眼线鼻 已经好久没有给你们像这样去测过 卸妆膏了 上一次还是在去年的时候 时间可真快呀 好大概这个样子 接下来就是呈现是卸妆的时间 首先你把它打开之后 就是 酷面而来的这种 牛油果 腌奶的味道 这种味道真的是 很治愈很舒服 而且你们看它这个袜手 太人心疼了 就是它直接可以 吸在盖子上的 如果你觉得 方外面太脏的话 它里面也是可以吸的 这样盖下去可以了 就不用担心不卫生之类的 这种很有用的细节 就很打动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看一下质地 像果泥一样的质地 哇那么一勺出来 接下来看好了 就是在手心上 像这样 叉叉叉 叮叮 就化开了 然后上脸之后 看 浓妆也是很快的 像一些防水的眼线呀 睫毛膏啥的 带的一些假睫毛 也是可以卸干净的 有人来救客 我们团队那个特丹的小朋友来了 我拍一个视频 像日常弹动的话 就是卸得干干净净 看 真的很干净 反正现在大部分人用卸妆膏 其实就是淡妆 然后仿晒隔离这些 不是之前经常有人问我说 天天用的话会不会敏感刺激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它的原因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恶敌油神经线案 在卸妆的同时就可以很好地保护我们的一个皮脂膜 就即使是淡妆肌 天天卸也是没有关系的 哦对了 之前不是有一些人反映就是很多卸妆膏就是用冷水 会容易就是淋住卸不开 还会有那种油膜感 我今天就是拿冷水给你们卸一下 这边是热的 然后这边是冷的 乳化速度真的很快 基本上就是一沾水就变白了 这一点的话就很适合住宿舍的姐妹 就不用去考虑水温的问题了 因为宿舍有的时候是没有热水的嘛 这样就可以放心用啦 我之前就是洗完卸妆是用洗面奶的 因为就感觉没有洗干净嘛 当时在试这个卸妆膏的时候 我就想说不用洗面奶看一下 结果它就是洗完之后 脸就是那种很清爽 不用洗面奶也没有什么负担 看就是这样非常干净 卸完妆之后真的是舒服多了 没做博主之前就可喜欢化妆了 做完博主之后就不太喜欢化妆感觉可累了 但是每次到家之后把妆全部卸掉 就感觉整张也超级轻松 而且真的要好好卸妆 好好卸妆的话皮膚踩会越来越好 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养生卸妆的意识 就是拿洗面奶洗 那时候就是这边全是那种痘痘啊 会闷那些东西 现在就是真的比之前好很多 好了我们准备休息啦 说到什么感受 就是非常的开心哦 早点回去休息吧 晚安啦姐妹们 晚安